这是第八位出场来自日本的士来齐大佑 大佑 统统百连五百次接马步 线上不要 接他 看他的动作的节奏的把握 漂亮 看他的精气神 扣扫腿 扣腿平衡 很到位 所以吸引观众 从一些细节来看 这套动作完成得非常的漂亮 我们从他开场看没有 他几个旋子上边要看 这是旋子上边要看 这是旋子上边要看 这是洞接洞的一个连接 这个有加分因素就比较高 9.58分 9号运动员 中国写手 袁小超 这是中国的袁小超 来自山西经养20岁 他在去年第九个世界武士锦招赛 获得了男子长拳的冠军 所以说他目前在世界上是男子长拳的最好的一名 看看世界冠军的风采 他的整套动作 由于南丘的富翼 开场来个满长彩 旋子360 旋风脚 哇 七八戒差 这是袭击男的动作 这是袭击击的连接 这个拼击对面稍微荒一点 就在竞技 从他整套动作来看 他的难度动作是最高的 另外他在这个快慢结合上中 你看快 我们说快速散电 动作非常非常快 看这就是727上 他的最后疗分是9.83分 冠军非常莫属 你看他的动作质量 动作难度都是满分 李连杰 你到现场来观看今天的男子长篇比赛了 最后一个出场的是来自新西兰的 米古拉斯 格雷姆伍德 他这个 其实很有特点 与众不同 是吃外卡来参赛的 一看动作 水量还属于这个出击水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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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人數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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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今天男子长拳的实名诺员都出场 给观众们见面 从我们继续组织来看 应该是获得冠军的就是中国的亚钞 或者银铛的来自俄罗斯的卸苗 罗斯或者第三名的是应该是一两个 一个三个八里 这是 这是成绩看没有 获得冠军的是中国的鸭小钞 或者亚军的是俄罗斯的 获得同白是伊朗的伊德桑 被干巴里 好了观众朋友们 男子长拳的比赛情况就请观众朋友先欣赏到这里